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月所剩无几 他原本以为政府推出勒领补贴计划后自己也能获益 可惜他的薪水比规定的1100元月入顶限高出300元无法受贿 不过另一项就业入息补助计划对他就有好处 就业入息补助计划是为年满35岁的工友补贴收入和公积金存款 以鼓励他们工作 在今年的预算案中 政府把这项计划的月入顶限从1900元调高到2000元 此外就业入息计划补助金也从每三个月发放一次 改为每个月一次 补助金的数额是根据工友的年龄和收入计算 整体数额也将增加 以黄女士的情况来看 估计她每个月可以得到大概多40元的就业入息补助金 其中有一部分将进入她的公积金户头 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总裁陈才喜说 就业入息补助计划是巩固我国社会安全网的措施之一 不过政府必须拿捏得当 才不会让工友失去上锦心 这个社会网其实是需要的 可是补助金不可以太多也不可以太少 是很难决定的一个问题 太少的话就不够补助人家 太多的话人家就会依靠那个补助金 不想提高自己的技能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政府的政策 需要调整那个补助金 足够给人家生活 可是也不要给人家变成一个依赖性的那种答案 应该给人家 应该配合其他的政策 给每个工友有机会 有办法 有那种态度 心态去提高自己的技能 找到更好的工作 辅导员林展辉认为 一些工友其实很有上进心 愿意加班 反而可能失去领取补助金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它不是按工资的基本形式 而是按它总收入来衡量 这样对一些现有的阶段里面 它为了增加收入 而每个月做超时工作的时候 可能超过两千块 对它来讲就不公平 而且这也不是原来这个 就业入息计划要做的东西 我们鼓励它工作 现在它多做了反而没有得拿 而要少做 刚刚我做了两千块 我觉得这一方面 相关单位可能要重新考虑 而是以基本薪金为主 如果它做OT的话 可能这笔钱就不应该 把它上做就业入息的 薪金的一部分 打工仔勤勤恳恳 只求多挣一点钱改善生活 但是经济放缓 生活费又不断上涨 林林总总的补贴和补助算在内 帮得了多少 今年的预算案大家满意吗 我觉得很好 因为帮助我们老人 有的挣贴 所以老人现在没有做工 又有医药费 这些都是对我们这些老人 是很好的 现在市场好像很近 就是说就业环境不是很好 所以我相信只要能够 创造一个更好的就业环境 对我们来说 那个好处是会很明显的 是希望说如果那些看孙的 最好也有点津贴 因为我们帮孩子看孙 都没有什么收入 就是靠孩子给 如果政府有点津贴 是最好 郑丽娟今年50岁 她和先生以及三个孩子 住在这个四房市组屋 夫妻俩的薪水 加起来属于中低 丽娟最担心的是孩子的教育费 因为她担心老公的公积金 无法支付孩子的大学费用 担心 担心很多 担心孩子读书 到时候学费这些 人物质 不用还得了吗 一直起一直起这样 这个这样贵 那个这样贵 老大现在有用 老二的话 因为我老的要到55岁了 我工资金我很少 因为我刚刚做才一点 以前又没有进 这样不是要去跟银行借 还是要拿 去哪里拿 丽娟在乌节路一带的 时隔工作 一个月可以赚取大约 一千一百元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并没有什么宣布 能直接减轻 他们在孩子教育费方面的负担 但是他和家人 可以获得水电费回扣 和消费税补助券等 而他也能够在调整后的 就业入息补助计划下 得到好处 目前他每三个月 可以得到现金 一百三十元到两百元左右的 就业入息补助金 这项计划在改进后 一圈每个月都会收到补助金 手头紧的时候 也不用等上三个月 因为我一个月 车费也是要几十块 我看有三十多块 没有用到就存钱了 不然到时候需要钱 要去哪里找 一个月拿一次也是比较好 因为有时候我们刚好 这个月需要到钱 对吗 他来刚好用得到 政府鼓励生育 今年有宝宝的家庭 对得到的好处满意吗 对得到的好处满意吗 我去哪里是否 我去哪里有好处满意吗 我去哪里是否 我去哪里也要